这个前奏一出来可能很多同学就回忆起了童年 可能有同学练过或者说听到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 其实这首曲子是湖南的同学可能比较熟悉的曲子 大家也可以把自己家乡比较有名的歌打在我们的评论区 那在即兴中间其实右手的旋律 大家是可以完全按照简朴去练习的 那左手的话我们总结起来 其实也就是几个和弦 一级五级一级四级 然后再一级六级五级一级 只是在弹奏的过程中 我们可以不断的去变化这几个和弦 比如简单的方法 就是把它们全部三个音一起跳下去 非常的安静 那如果说我们的左手这个稍微灵活一点的话呢 也可以去把这些音去跳开 当然这些和弦里面的音我们去分开弹 把它变成一个爬音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把这个和弦学好 或者把肢体学好呢 其实一些这个简单的东西我们可以把它复杂化 复杂的东西也可以简单化 好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我们就先说到这里 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去具体学习的东西 或者想要去进阶的东西呢 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底下留言 好那今天先到这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 谢谢观看